长者收股息,现在是晚上6点 今天行情就是这样 恒指升半个% 科指升一个% 如果你手上的股息升超过0.5% 他就跑赢了大市,今天而已 今天我想讲一只航运股 就是东方海外,如何理解牌息政策 在未讲之前,我看回一只股 带起的话题 为什么我买这个亚居乐 为什么不去买一些好一些 为什么不去买一些国资的 为什么不买一些中国海外发展的 为什么不买华人智地的 为什么买这些 原因就是国资的内房股 很多人都会认识 那些网红都在说 叫你买内房股买那些 那些会好价吗 那些不好价 然后呢 买那类国资 是买什么呢 买前景 买楼市生意 买这些民企 什么都没有 在生存边缘里面挣扎 什么都没有 现在 我有两样东西可以买 第一 买它生存到 然后继续下去 它的股价又会 在另一个台阶里走 然后再买 未来楼市 复苏与否 有两个元素 让我买 而且 亚基罗集团 它的价格下跌至低 情况就是 等同 我几个月前 建议 澳门赌股是好买的时候 情况是一样的 当时 赌收又没有 有些网友说 它没有赌收 没有收入 买来做什么 我就是买它 因为它低价 已经去到一个位置 什么都没有 你不用考虑 各样东西 只是看 它 会否继续做生意 生不生存下去 会否继续 我见到这么多人申请赌牌 我就觉得 这班人都是 义真的 那就是 公股 我便 有利益 拿着赌股 现在不是很好 所以有时候买股 不一定会买最好 最理想的那一款 因为那价格是不对的 有时候 不要说别人 我便会看到 那时候买这些少量 薄薄薄的股 我就买这些最坏的 什么都没有 价格的 价格的 还有单位数字的PE 又没有赖帐 又没有烂尾楼 那就买点 买点 这些少量 现在这些价格 都不够三个星期 升了15% 我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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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但我相信最坏的环境都已经暴露出来了 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 还在发债 我想它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那就繼續拿著它 近一兩年來 派一個相當不錯的正常利息 加一個特別股息連續四次 好像常態化了 上次派完息之後 當然會跌下來 上次派完幾十元息之後就跌下來 加上最近的旁運不好景 波羅的干貨數字又不好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是不好的 不好的時候我就想想 如果它派息的額度 變成一種常態化的政策 例如去末期息 五月隨權 派五毛錢美金 然後派八毛錢特別息 一邊加一個多兩個多 三個多兩個多 相當可觀的利息 一年有兩次這樣的機會 我就猜了 今年竟然沒有生意 但我覺得這間公司 因為營運了很久 既然船隊都很大 無論如何都會有生意 它是會賺到錢的 當它派兩元 沒有特別息 如果有特別息 就當作優惠 額外收益 兩元 如果兩元都不分析 如果今天有股價 我覺得 為什麼這間公司 會常態化派這麼多利息呢 你看它的股東 自己公司 Costco 也就是東方海外 這間公司 自己也有71% 它派息 但大部分的錢 都回到公司 第二個 就是上海港口 上海港口 當然想你派更多利息 這間公司 原本是董生的家族 後來董生 就讓給這個國家去營運 現在是國資 這間公司 一個這麼龐大的船隊 是國資 上海港口 9% 跟著一些一帶一路 市路基金 這些應該是國家擁有的 4.7% 數到最後才來到 這些貝萊德 這些1% 我們這些小股東 如果買入來說 賣500股 即是很蚊型 是上不了名的股東 最後才來到 這些貝萊德 這些公司 所以它的派息 大部分都回到自己的袋子 或是回到自己國家的基金 那裏 那裏 我想這些基金 公司 都是樂於 看到 都是樂於看到 Costco 派更多利息 給他們得益 這些基金 亦都想派更多利息 所以 派息來說 大部分都回到自己的公司 那裏 我沒有所謂 我便把他們的派高息常態化 第二點 派高息常態化 有些公司 自己覺得自己 我不再擴展 我不再 expand 我已經夠大了 所以賺多少 派多少 例如像衛爾達 那裏 賺得多 就派多些 賺得少 派少些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東方海外 我想它也是這樣 船隊就是這樣 舊一條 換一條 維修它 我已經覺得 夠龐大的 做足夠 做好 現在本分已經很好 賺得多 就派多些 可能這個派息的政策 有一個正常式 有一個特別式 即是一個常態化的公司的營運 雖然本年度的航運 貨運 就不是很厲害 但我認為這個 東方海外 都是有錢賺的 所以它也是會派息的 我就 打它 兩元 都有超過一分息 所以 買五百股來玩一下也好 是值得投資的 是值得投資 還有如果 今年筆景氣過了之後 航運會好回來 股價又會好一點 有網有關心的港燈 我想它買了一個 有沒有做到 有做 今天就跑贏大股 5.38% 成交額也有7千多萬 這隻股 我認為 派5.95%的 獨市電力公司 在港島 是很值得投資的 特別是跌了那麼久 又未升回這些股 是落後好的收息股 所以我就看好一點 這隻 可以投資 煤氣今天做得很好 煤氣是1.82% 就跑贏了大股 它本身是恆子股 這隻 煤氣 那煤氣是怎樣呢 它就是因為 不送股 就跌了5元 到現在跌了5元 現在7.82% 之前都收了1毛錢利息 那快要派美期息 起碼都2.5元 每年起碼都3.5元 這間公司 所以現在已經 如果再升一下 去到8元 是我估計它 今年度應該到的位 是很合理的 8元至8.2 是很合理的 這隻股 我不覺得它 因為它不派股 而是跌5元的 只不過是有些 行業 有些人去 研究機構 說它 不買了 一起洗倉 洗出來 就跌了 但現在這輪 升得不錯 慢慢慢慢 慢慢 向到8元 走 其實它在 加息潮之前 去過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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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過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慢慢地下降下來 現在就潮回到8元 去過8元 我呢 在8元有課 在7.8元這些位置有課 7.4元有課 我今年買了幾次 逐點逐點 發表 我已經收了一期股息 我認為它不派股息 是跌得過多 看看它未來如何 我認為一個 又是獨市生意 賣煤氣的公司 是怎樣也有錢賺的 是多賺少的 所以 我仍然覺得這隻股 是未來一年來講 是看好的 我看好的這隻股 上回8元我覺得不困難 在半個年度 我現在是很關注 我很想買入這隻中國財險 我等一個跌時 原因是因為它 跌下來之後 都未升過 跌下來都未升過 那麼利息已經比角獸 角獸因為升得夠多 如果不再加利息 它只剩下5利息 這隻股有6利息 我就等一個跌時 很認真地買入這隻財險 浙江護航勇已經完全擺脫了 跌勢 它今天碰過7元 我上次 派息的時候 7.33的時候 就賣出了 然後在6.6的時候 就買回 當時我有一條影片說 這件事 不如意事 十常八九 就是買早了 誰不知那些大行 也是在我這個價位 差不多入貨的 我說連大行也十如意事 不常八九 就是在去年徐靖的時候 那一段日子 就出了一條影片 在這裏 那情況是怎樣呢 這裏 伊云信貸升到5.22 我覺得要休息一下 因為上次的高位是5.38 通常都是在4.9加2毫子 1-2毫子 是非常好的收息股 這次隨靜之後 跌一會 就升回來了 是一個非常好的升幅 如果長期買開這隻股 在隨靜之後買一下 上次隨靜之後又買一下 現在又會享受到 相當不錯的資產增值 但我認為5.22是一個 相當高的位置 對於伊云信貸來說 去到5元 或者可以再買一下 現在就保持住 不要做事 就等他下一次派息 匯豐如果不再加派息 他現在升到這個位置 那時候他的息率是3.7厘 如果以長者收股息的尺度 這個不算是一個好的收息股 買這隻股的時候 投資者都想著他會加派利息 派特別息 或者每年加派4次息 看看整體息率是怎樣 但我覺得去到這個 57.58的位置 是整體的數字 需要等待未來更好的消息 才有更進一步的升幅 所以如果我這樣看 我們這裡的網友 也有些是47點多賣了 你想想一股賺10元 不是很久的日子 只是幾個星期 即是2023年1月 我說中移動和匯豐都很賣 這隻一股賺10元 如果你現在出去一股賺10元 就當半年的業績也不差了 有超過十幾%的收益 我就這樣 如果遇到一個升市 升到瘋了 再升多一點 我就減持一下 反正我仓仓有 拿些錢買財險 或者買3001元 收息也好 中仁壽最近升得不錯 今天他跑輸大肆 他的情況就是 升到一個位置 如果他不加牌息 他的利息得5厘 即是不夠財險的利息 我相信他會加一些利息 財險也會加一些利息 財險出了預報 他整年的保費收入是高於去年 所以我猜財險保持牌息是沒有困難的 會加一些 如果不加的話 現在這個價位 是不太吸引 我寧願買銀行股 好 大家都升了 買銀行股 起碼有百利息 現在也有 所以如果有一次 我等一個升市 升到瘋了 那些升市 我就買了這些 中國人手 買一些匯豐 就是買入那些 我正在盯著那些 財險 海螺 那些 我就想更悶去那邊 希望他發生 我看好的澳洲字 再說清楚我為什麼要看好他 他的外交部長 跟中國外交部長在G20那裡聊 然後他就去中國聊 那些態度誠懇 就是良好先 不是當著咪咪 你又罵人 又說說說新疆 又說說香港 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整個澳洲 整個政界都不說這些事情 跟著就 挺好 然後營造了一個 適合聊天的氣氛 然後 財政部長 跟中國那方面 去了中國那裡聊天 我相信 今年的澳洲 和中國的貿易 會恢復得很好 特別是 礦石 鐵礦 礦石 還有 食物 肉類 酒類 都會有很明顯的改良 會增加 所以對澳元來說 他只是靠賣這些 不是賣什麼特別科技 不是賣那些 他也是賣這些 如果國際貿易有好 有盈餘 他就支持了這個澳洲子 所以我覺得澳元 會做得好 比歐元 在今年 我認為 主要是因為 和中國的貿易 會改良 改善 和增長 就是這樣的意思 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的keyword 就是我想關注一下 和買一下 一些 不太好世界的版塊 例如航運那些 而是有一隻 牌相當股息 是常態化的公司 就是東方海外316 今天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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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